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说到珍珠 大家都不陌生 不少女士可能还佩戴过珍珠的饰品 但是这看上去熟悉的珍珠 您对她的了解有多少呢 那您知道珍珠又是怎么取出来的吗 不久前我们的记者在浙江省的珠济市 目睹了一场开磅取珠的活动 非常有意思 张淼妃是这家珍珠店的老板 在他这儿买珍珠 要先付钱后开磅 至于能够取出什么样的珍珠 买家赌的是开磅时的运气 他们说开磅上瘾 就是说开磅这个感觉很好 如果您也想试一试 只要有一部手机 就可以开始下单了 直播间的宝宝们下午好下午好 现在在开的是无敌巨无霸单珠棒 无敌巨无霸单珠棒 一个棒里面一颗珍珠 养殖年份在七八年左右 有宝宝下单的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刚开出的这颗珍珠 虽然光泽好 但是因为表面有瑕疵 品质只能算中等 通常判断珍珠品质 有一个3A标准 3A分别代表形状 光泽和周面质量 首先形状是越圆越好 能够达到正圆形 是最标准的 其次光泽度要高 珠子表面能够照出人影为佳 最后要是没有瑕疵和斑点 那就堪称完美了 这样一颗一级珍珠 直径大于11毫米的 价格就能超过1万元人民币 开棒取株 每一次都吊足了大伙的胃口 每个品种下来三个 好的 马上给你开104点宝宝 宝宝们看看 这个棒取大不大 我们来见证奇迹 棒越大 出来的珍珠可能就越大 所有人都期盼着惊喜的出现 这个爱迪生吐河的 吐河了 它没有孕育成珠子 你用啊 这个时候的碰棒啊 到真的破的时候 那你不知道的 你这个破 你有可能你破到一颗珍珠 三千块钱 但也有可能三十块钱都不值 虽然结果令人失望 但是买家只能照单全收 在这里开出的珍珠 不论好坏 都是归买家所有的 当然有赔就会有赚 曾经也有人花几十元人民币 捧回家一颗 价值数千元的宝贝 尽管生意进展得比较顺利 但是詹妙飞却并不满意 凭运气买珍珠 有点像赌玉 不确定性很大 作为买家 当然希望开出来的 个个都是好珍珠 可是哪有这样的货源呢 就在她发愁的时候 朋友拿来一些盒棒 据说是用新方法养殖的 所以珍珠的品质比较特别 詹妙飞出于好奇 试卖了一下 没想到结果让她大感意外 拿来看看啊 一颗粉色的 你们看看 提光好不好 颜色透不透 来来来 这是惊喜啊 很久没有开出这种大白了 对 这个白苏美棒了 没错啊 非常的漂亮啊 对 哇 尖叫声在哪里 尖叫声 尖呼声啊 哇 炸了炸了啊 看看 来 紫色的啊 来一颗 这皮光你们看看 美了啊 美了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一波巨无霸 开得非常的好啊 以前粉丝要靠运气 才能够买到好珍珠 现在开吧 却是刀刀下去 都能见着宝 詹妙飞和买家的心里 都乐开了花 把珍珠慢慢拿去 慢慢拿去 你要给他们好的东西 那他们才会第二次来购买 詹妙飞没想到 朋友拿来的盒棒 开出的珍珠会这么好 不光表皮细腻 光亮柔和 最让它吃惊的是 开出一个 就是标准的圆珠 再开一个还是圆的 这么高的圆珠率 它可从来没见过 像我们现在的 养的那个单珠吧 好的可能就说两三层吧 它那个七八层应该有的 就是说它这个圆珠率 还品质比较高的 这些珍珠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 为什么出现圆珠的几率 会这么高呢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决定去拜访 他们真正的主人 傅百成 年过半百的傅百成 研究珍珠养殖 已经有十四年了 提高珍珠的圆度 是它的首要目标 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业内的与珍珠 有一个说法 叫七珠八宝 意思是直径八毫米以上的珍珠 才可以算是珠宝 但要想卖得上价 必须得有圆度 否则再大的尺寸 仍然只是一颗普通的珠子 这个圆度已经达到正元级别了 至少在一切了 你品项很好嘛 那可能达到两切多多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市场价 这种一个的话不值钱 这种就只个几块钱 甚至能卖得好一点 也就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 没有可比性了 一个是正元的 一个说不上什么圆度吧 圆度拉开的是价格 检验的却是养殖技术的高低 传统养殖要挑出一颗正元的珍珠 背后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 传统的话像这种圆度 其实一百颗里面有这样一颗 也是算比较少的了 那您现在这个比例能达多少 百分之七十左右 我们肯定是不敢 还不敢奢求能达到这样 我们能达到百分之十 已经是很不错了 富百成的珍珠 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 它并不急于解密 而是先提到了一种手术 在自然界 沙粒等异物偶然掉进了贝壳里 引发了它自我保护的反应 贝壳用肉把沙粒包裹住 不断分泌珍珠质 天长日久就变成了一颗珍珠 沙粒的形状会影响珍珠的形状 富百成借用这个原理 把一个小圆球当作异物 放进合棒体内 这样就容易长出圆形的珍珠 这是一种国际认可的种植方式 它是有贝壳打磨成一个小圆球 种到里面 然后再进行一个珍珠汁的包裹 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一些一颗珍珠了 富百成说 圆珠率能不能到百分之七十 跟这个手术有很大关系 这可是了解珍珠诞生过程的难得机会 如果不亲自体验一下 记者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细节 用于手术的合棒 长度一般都超过十厘米 棒体也比较厚实 要想让它张开口非常困难 先得撬开 先撬开 打开合棒的方式要恰当 如果力度过大 会拉伤里面的B壳机 棒壳就再也合不上了 正常情况 撬开一厘米左右的宽度后 就可以下刀 刀口的位置 应该在合棒边缘的外套膜上 由于这层膜 只有1到1.5毫米厚 所以最好一刀下去 就能够切出 六七毫米的宽度 猪盒是用贝壳打磨成的 用消毒液浸泡后 才能够放进刀口 在这么窄的空间里操作 手上的动作要极其小心 稍不注意就会把外套膜扯破 这会影响珍珠的圆度 最后还有一个小贴片不能忘 它是从别的棒上 切下的外套膜组织 别看只有2毫米见方 少了它 合棒无法形成珍珠囊 更不会分泌出珍珠质 它一定要贴着珠盒 一起放进刀口 经过一番努力 手术到底完成得怎么样呢 给合棒做个B超 就知道了 直合的过程就像是一台精巧的外科手术 虽然看着简单 但就算是专业师傅来操作 要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因此 富百成在选择师傅时 都要经过层层筛选 才会最终任用 小圆球进入合棒体内后 珍珠质会一层层地往上包裹 变成一颗圆形的珍珠 在传统养殖中 这个过程却没有那么顺利 失败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 跟手术消毒不到位 引起合棒发炎有关系 这种形状是在手术时间 珠狼发炎引起的 就造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完全是伤口是美好 过了直接把伤口好了 就造成了这个有个尾巴 差不多的原因 都是在手术期间 滋合的期间 滋合期间 发炎了 珠狼发炎造成这种原因 为此富百成在养殖的时候 对于手术前后的清洁问题 特别注意 不仅对手术室和器械进行消毒 对合棒也要消毒 而且是分三次进行的 在手术前一个星期 我们在整体的养殖环境里面 杀菌消毒 这引入到这里 站成池里面 这杀菌 做过手术以后 在这个流水池里面 把抗胸尿了 恢复肌体以后 直接养殖到养殖环境里面去 别看消毒工作并不难 传统养殖 却根本做不到 传统方法里 核棒是吊在水里养殖的 农户要喂饱它们 会往水里大量的投放 积粪压粪 到了采收季节 还会把没用的 磅壳磅肉扔进水中 有机制腐烂后 湖里的藻泪爆发 水面常年泛着绿色 老远就能闻到 扑鼻的臭味 一些地方的水质 甚至达到猎物类标准 属于最差的水质 这样的湖水 要想消毒 是不可能的 因为养殖户一旦承包 就是几十亩上百亩的水面 在池塘里面 市中很多的 水面很大 根本没办法用 什么消毒药 抗虫树 用不了 不然是小水质里面 生长在这样的水质里 手术后的核棒 不但恢复不了健康 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手术发炎 是最大的死亡量 造成的原因 手术的死亡率 一般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核棒的高死亡率 已经成了珍珠产业 发展的一个瓶颈 为此朱济市在2017年 发布环保禁令 清退关闭了 将近一万亩 不合格的养殖场 腹败城对手术的重视 不仅体现在严格的消毒上 连给核棒吃的东西 都非常讲究 这些绿色的浮游生物 名叫小球枣 虽然个头只有三到八微米 但是细胞内的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都很高 特别适合作为核棒的食物 而且在腹败城的精心管理下 小球枣们只需要短短二十个小时 数量就可以增加四倍 能够保证充足的供应量 这一点对于提高珍珠品质 非常重要 负败城的分泌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代谢过程 而要比较充足的时候 它长这个珍珠质 就是分泌这个珍珠成的话 它这个速度比较快 增加的质量也比较好 腹败城在提高珍珠的圆度上 下了不少功夫 从植核手术到消毒工作 以及耳料供应 都做了相应的改进 而改变最大的 是培育这些珍珠的地方 占地面积之小 出乎人的意料 本来是150亩的养殖面积 变成5亩 而且密度这么大的情况下 它珍珠出的结果是非常好的 这是感到比较吃惊的 听到这样的评价 记者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它的养殖场究竟是什么样子 尤其是你看 这就是我们整个养殖池 长度是60米 宽度是20米 总的面积是1200个平方 这么洗好的池子 能够养多少盒棒呢 就在这时 记者忽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看那个工人师傅 怎么站在水上面 他那个武功水上可以漂的吗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我们去看看 好 师傅 师傅 咱这水深的水啊 水不浅 我给你看一下啊 好 不浅 大概一米多 一米三四的样子 你想走哪儿可以走哪儿 对 对 这么深的水池 师傅居然走得是如雨平地 水池里 水池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记者还是决定亲自试一试 你这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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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可以下 我先下去 要不然的话你真不行这个东西 没想到 记者这一脚下去 居然踩在一个架子上 这边走 这没办法 这儿有棒吗 没有 好深啊 有点 有点 传统养殖里 荷棒用网袋 吊在水下就可以了 换成这些钢架 会增加很大一笔成本 傅百成花这些钱 图的是什么呢 为了看清这些架子的全貌 傅百成把记者 带到了一个 还没有灌水的养殖池 这里竟然密密麻麻 树立着1104个钢架 荷棒就依次摆在上面的微型草里 傅百成之所以能够将养殖面积大大缩小 靠的就是这些架子 好家伙 要是让过去的养殖密度 每平方米两个核棒来算 十万个核棒就需要75亩水面 二十万个核棒就是150亩 现在换成钢架以后 每平方米可以养60个磅 算下来 二十万核棒的占地面积 还不到五亩地 不仅如此 钢架同时还起着另一个作用 背类有一个特别的习性 喜欢开口朝上 埋在沙堆里 等待水流把食物送到嘴边 现在这些带网眼的微型草 既能让核棒保持同样的体位 还能够让水流畅通无阻 让核棒轻松地觅食 这就省去了在水池中铺沙子的麻烦 不过传统方法里 一平方米养两个核棒 湖水都污染得这么厉害 死亡率高得惊人 现在养六十个核棒 这水质不是更容易出问题吗 富百成的核棒 为什么反而安然无恙呢 事实上 核棒是绿石性贝类 本身就可以净化水质 污染主要是来自 养殖户投放的积粪和鸭粪 现在富百成用小球枣 替代了有机肥 这污染源就没有了 水质自然就比过去好了 对于富百成来说 最让它头疼的 是怎么让水质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为此 它给养殖池设计了一个 全天候的井卫 来照顾水体的各种异常变化 一旦出现问题 井卫会给富百成发出警报 并且采取措施 当养殖池中的水质 整体出现老化 井卫解决不了的时候 他会把池水送到另一个房间 请更加专业的处理系统 修复水体 然后再重新送回养殖池 循环使用 根本不会有污水往外排送 现在农业部提出来 要转型发展 律师发展 我们现在的养殖户 也是根据国家的要求 正在进行一些转型发展 这个出产着优质珍珠 又不会污染环境的养殖场 虽然花费了富百成14年的时间 消耗的资金也高达1.4亿元人民币 但是它带动了 珠济式淡水珍珠养殖的转型潮 也可能成为珍珠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连续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平均100元一斤 为什么成了抢手货 会唱歌会跳舞 是什么让它成了温情的鱼爸爸 棕榈叶淡原水 怎么成了必不可少的养殖法宝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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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